你現在跟你婆婆的關係還好嗎 現在有好一點 因為我婆婆就是我生完之後 他有稍微好一點 可能就是很害怕我那個 不讓他看孫子 然後我在懷孕的那一個生日 孫子現在多大 現在一歲 那胖子最可愛 然後因為很多人就說 以前我都會許願望說 希望婆婆就可以把我當作女兒看 然後可以對我好一點 我跟你講我懷孕之後 我就看清這以前 我說我希望婆婆 可以把我當作隱形人 你這是最好的 因為我想說一點就是 他其實看你很不順眼 你看他也很不順眼 但是你就是為了他老公 你為了你愛的人 他也是為了他兒子 所以他假裝跟你說 媽媽這個好好吃喔 這很漂亮 不要 不要虛情假意 你不讓他看到你 就是一個很棒的 真的 真的 因為你有時候 他其實也不是說故意的 他就是你做這些事情 他看不順眼嘛 對嗎 就是我做事不是這樣 你做這些我就覺得很慘 你說你擺錯誤的時候 你有當中跟他講什麼 我就不講話 因為那個他嫂嫂被罵 會告 就他嫂嫂就是來 然後因為嫂嫂也就是比較 比較文靜的人 他說不會叫人會告 這樣子 就是他不是特別針對你 他是對每個人講話都這樣 但是我不會很特別喔 他就是 他是很熱心做公益的人 所以他對外人很好 但是對自己的人是很兇的 對他是內心很善 但是嘴巴就是不饒人 所以我會常常就是可能跟他 就是中間有一些衝突說 我就會回到房間 我就開始哭這樣 哭 對 因為我就覺得 他知道你哭嗎 我婆婆 我不知道他知道我哭 但是他會常常跟我前生說 他在哭 他就覺得 說你在哭還是他在哭 他在哭 他婆婆也哭 對 他就說 有各自回訪哭 各自回訪哭 就是我覺得他也是很希望 我可以順他一點 但是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情 很荒謬 太荒謬 因為他講話都會讓我覺得 很不舒服 例如說有一次 就是我就是為了要跟婆婆 有些話題 然後我先生養了一隻 就是奶油剩的貓 是折惡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像虎般的顏色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婆婆很喜歡 就突然打開我們的房間說 你幹什麼這樣子 我就這樣 我還在換衣服 等你穿東西 你幹什麼 我說在換衣服 然後我婆婆又進來 我說阿姨這樣子 他說 阿姨 當時 對 那時候 對 他說 不要擔心 你有的我都有這樣子 好像也有道理這樣子 然後後來 你幹什麼 對 然後他都會講一些話 來就是諷刺我 他有一次就是 就是我們家的貓 就站得很高這樣 他說後來進來房間 他說你在幹嘛什麼什麼 我們就聊天聊聊聊 就先想說要跟他多一點話題聊 就是交配一下感情 對 他就說 我說媽媽你看 媽媽這樣站那麼高這樣子 他就很生氣 我說你看他好像厚牙 因為我婆婆很喜歡拜拜 他說 好 我跟你講 這隻 我可以感覺得到 這隻 他上輩子已經做了很多好事 他上輩子就是神 所以他才來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這條血脈很好 然後因為我自己也養了一隻白色 他說 不像你這隻啦 都橫橫呆呆呆的 所以他就說 我的血脈沒有很好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被紙商罵懷了一下這樣子 對 所以他改給他最好 對 他改給他最好這樣子 所以我婆婆有時候就是 做一些讓我有點哭笑不得 那你上次他突然間進來 你再換衣服 然後呢 我就會很不開心 我就會繁瑣 然後反正有一件事情 滿有趣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搬回去 住的時候 我們就我在我的房間 就挖了一個貓門 然後那貓門就是 門是透明的 然後可以盡慶出出 然後有時候我就是 有一次就是我真的很不想 就是他有時候可能喝酒 或什麼要跟我聊天 或什麼 然後聊一聊之後 聊一聊 最後又開始唸 我就覺得很煩 有時候我在看電視 然後看一看一看 我婆婆說 玉兔 然後他一進來我就這樣 假睡 然後我打來 玉兔 玉兔 假睡 然後把門關起來 他直接講 對 他都好害怕 我覺得他好丟臉 但是我覺得 我就真的很害怕 不太敢跟他講話 這樣子 那妳公公是扮演什麼角色 我看妳說這也是 我以為她是怎麼樣 是人眼旁觀還是 因為如果 因為我公公很早就去世了 然後我曾經看過螢幕 就是我覺得我心疼婆婆 就是我婆婆有事喝醉 然後因為我公公 應該去世有二十年 然後他就喝完酒 他就對著那個神主排位 他說 妳怎麼在那裡找事 扮我一個 然後他開始哭 開始哭 然後就是我心想說 正常來講 你應該過了五年 十年 你的情緒應該是可以越來越好 對 但他就是可能 在我們正常的時候 他可以聊到公公的事情 是可以看看兒談 就是他喝醉酒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他還是很想念公公 所以我就會想到說 如果今天是 我是他的話 我或許也會很難過 因為他就只有這個兒子 那老公走了 他可能所有的 可能思念的情 或是什麼牽絆 都在我先生的身上 可能感情不錯 對 然後所以我就多多少少 還是就是會看到他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點難過這樣子 婆婆現在幾歲 婆婆現在好像六十幾 那二十年前老公死 他才四十幾歲 因為我公公大 我婆婆好像是很多 好像大了二十 快二十歲還是十幾歲 對 所以我公公死掉的時候 我先生那時候才十幾歲 對 我意思是說 婆婆四十幾歲就熟患 但是他並沒有再嫁 對 他就說 因為我就跟我先生 曾經談過這件事情 因為他就說 他希望他媽媽能夠開心 就是他如果他就是改嫁 或什麼他可能會讓他開心 後來他婆婆就 我婆婆就說什麼 他婆婆 對 我婆婆 我婆婆 你不要害我 我婆婆就覺得說 表示我很專心做節目 我婆婆就說 他就是沒有想要嫁 他就覺得就是就夠了 然後所以我和 我先生是聊 就是說他會不會因為 如果改嫁 那神主牌位就不在 在家裡了 所以我覺得那是他對公公的 一個思念這樣子 你先生是獨生子嗎 對 他算是獨生子 因為我公公的上一個 他是有 我婆婆是第二任老婆 就是他跟第一任 哥哥是嫉子 對 就是因為他第一任老婆 就是離婚之後 認識了我婆婆對不對 所以他上面還是有 同父異母的哥哥 但是年紀差太多 大家都差到快十六十八歲 對 所以我先生是最小的 你們住幾年才搬出來 這個就是幽默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那時候跟他交往 我們就交往一年 然後我們就開始 就是吵什麼什麼那類 然後 什麼叫做交往一年 怎樣 交往一年 然後我們就是 一直就是有婆媳的問題 因為我那時候剛 交往一年又還沒有嫁 這就是可怕的地方 而且我就覺得 我好愛我老公 為什麼還可以拖了 大概六年還七年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一直很想跟他分手 因為我說每天 我回到他家 我心情都很不好 我會在電梯前面哭 我會說那不想要回你家 你不想回去 我真的不想要回家 而且那不是 你還沒有嫁進去 對啊 而且因為我們打開房門 就是我婆婆的餐桌 你知道一打開 就是開始要怎麼樣 要罵你 然後他是不管 他也不是專門罵我 他也會唸我 我先生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有一陣子 回到家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回房間 我們就兩個人 就不上廁所 不洗澡也不謝 就躺在床上 就在睡覺這樣子 怎麼可能 真的 我說真的 我沒有在看完 就是我們完全不想出去 然後只要等到晚上 可能凌晨 我婆婆去睡覺了 我們就說 媽媽睡著了 我們去洗澡 對 就是很害怕 因為每次你知道 一打開門 他就是 就是你看到他倒吸一口氣 要準備要唸你 他說我跟妳說 怎麼樣 你都沒有要吃什麼什麼 就是開始會一直講 進入備戰狀態 對 然後譬如說 我們叫外面也會被罵 然後譬如說 叫外面沒有買他的 也會罵 我們想說 你不是不想要吃外面的嗎 我們叫自己 也就是怎麼樣都不合 那妳這樣 在那個家住幾年 我住了一年之後 我們搬出去 然後後來之後 就是我們就是 加熱回去看我們婆婆 然後婆婆就說 什麼 你不是昨天要結婚了 什麼 回來也是可以就是好好的省點錢 什麼什麼 然後我先生就在那邊說服我 然後我們就住在那邊住兩年 然後想說好吧 那決定就是搬回去 然後我們就還從 把那個房間裝潢一下 然後就是原本把一個房間 跟小倉庫打通 就變比較大的房間 然後想說以後就當婚房這樣子 然後那個房間 就花了我們很多錢 因為我就心心想說 以後就是要照顧寶寶 什麼什麼 就搬回去不到一個月 開大吵架 就開始吵架 他就是看我什麼不順眼 然後他就是說什麼 他就是心情不好 然後妳老公 我婆婆 對 然後後來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就搬回去 一年之後 我沒有搬出來 所以這一年 我才要錢 對 然後 太多錢 我開了三十幾萬 一個房間三十幾萬 而且大概是五年前的事情 所以那個真的是花滿多錢 而且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冷氣還買的那個 是冷暖功能的 搬走的時候 我真的想把它拆走 你知道嗎 我就跟婆婆講說 我們住在外面 那個冷氣沒有冷暖功能 我們想要把它拆走這樣 然後婆婆就說 不然我跟你買 那我就沒有辦法搬走這樣 然後我就常常念說 那個房間 狀況那麼好 最後就是給別人住這樣子 對 搬出來快樂 我跟你講 坐在外面太快樂 我就是奉勸所有婆媳問題的人 勇敢的搬出來 不管你是 可能你原本坐在台北市 你搬在新北市也好 你每天通勤都可以 你回到家可以好好的睡覺 我和我先生會常常這樣 坐在沙發想說 這才是人生 這才是人生 因為每天一直被唸 一直被唸 對我衣服想要在陽台曬多久 都曬多久 我永遠不會害怕 什麼不甘的問題 我飯要怎麼炒 我算可要放多少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自己最後就是覺得 距離才是最美 真的 你知道嗎 我剛剛問你說 搬出來感覺怎麼樣 你是說 我上次看到的是一個廚癒的人 自由 free這樣子 自由的滋味太美妙了 就所以請大家 就是如果這種婆媳 你就先搬出來吧 好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封鎖 我請你 請你